大家好 歡迎收看 《將近投資》 大萬事務今天再創新高 它有爆量失控嗎 今天台股成價不過1400多億 來看一下10月14號 當初大萬事務一樣創下破斷高 成這樣1500多億 結果指數一樣的往上墊高 所以整個盤是再創新高的今天 我還是提醒你 沒有爆量失控的台股 沒有類股重做的現象 這盤安心的跟我一起來做多下去 你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你也千萬不要預設高點 你一旦有這個想法 接下來才我真的跟你沒有緣分 很多人認為台股從低檔區漲到今天 大概漲了1200多點 好怕 你為什麼會怕 你為什麼會怕 因為你不會賣股票 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結構 相當快速 你只要跟上氣勞司的一個腳步 一檔做完再換一檔 這行情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縱使哪一天這個盤 會出現比如說反轉 重做現象 你只要會賣股票 你一樣可以全身而退 就從今天的玉金光 他今天公布了一項消息 什麼消息 今天的玉金光 現增價格定在355塊錢 目前的股價將近450 將近100塊錢的套利空間 所以我今天選擇把玉金光賣掉 資金抽圍 950分 告訴我員 現增價格只有355 這個會有套利賣壓出來 所以我告訴我員447附近先賣出 經過一分鐘股價在47.5 你去對價 當一檔股票 你要頭不對 那就在成本附近賣掉 小賠手續費跟交易稅 總比你大賠好吧 什麼是大賺小賠 千老師在節目所介紹的股票 黨黨都是會的持股 我們如果創造 無數的一個財務出來 看對趨勢 看對方向 不預設立場 所以玉金光的架構 今天447先賣一下 尾盤441跌9塊錢了 苗頭不對就要趕快賣 不要等到套很深了才來找我 千老師的解盤風格 如何將會有一個操作 實物呈現在你面前 你很清楚 光是這兩三個禮拜 我們賺了多少利潤 我們賣出了多少檔股票 就是因為賣掉舊的持股 漲多了賣 賣完轉進新的一個低檔 新的主流標的 一再給你承諾就是如此 按部就班 掌握住目前盤面 輪動的一個架構 真的還滿好賺的 這盤如果你說 往上走高了一千多點 你賺不到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雙紅六個交易日29% 我賣在237 10月14號 你自己看一下 3324的雙紅237賣 今天一個雙紅 打到223 對 我賣這一天 10月14號 賣完之後 大概就橫向整理 有沒有賣對 你自己去評斷 然後10月15號 國具賣在313 3筆單 波段的操作 你自己看這個績效 相當一個精彩 10月15號的利息 245賣 2筆單98塊錢 將近七成報酬率 對不對 245賣給你看 你看看今天利息 掉到221 然後這個賣點 精不精彩 有沒有夠水準 這一天賣掉了 賣掉之後 還漲到255 這邊還有更高的點 250以上可以賣 但是一不小心你都不賣 今天掉到221 建老師是會待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不怕你見證 不怕你印證 就怕你下一檔 你又來不及根 我已經從375到512賣 5G最成年公司大波段的操作 雅德克10月16號賣在127 2筆單87塊錢 這都你看到了 上禮拜的自益賣在96 短波段的操作 上禮拜的菁廷賣在148 23%四個交易日而已 菁廷賣掉之後 他又衝上去 今天還往上走高 還大漲 那又怎麼樣 建老師敢公開 我每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就希望整一個專業的水準 呈現在你面前 菁廷賣掉之後往上走高 So hot 我資金已經告訴你 我轉進其他的個股身上 我如果資金沒有從菁廷撤出 我為什麼買進新的主流標的 你說是不是 所以賣錯就是賣錯 建老師不會怨天尤人 我也不會告訴你 今天的金鼎漲上去我還有 這種事情我做不出來 是不是 只是說我會檢討 如果金鼎 我當時候的看法 是哪邊出了錯誤 打尾 打尾 招金 看頂帶去 我會改正 我會修正 接下來下一檔個股的一個操作 我就希望能盡善盡美 幫會員創造出最大利潤出來 所以上禮拜三 南電兩波段的操作 5 6.4 賣 上禮拜三的康控 這也是兩波段的操作 198 賣 就賣 今天康控 最低打到18 8.5 賣在這個相對的高點 上禮拜三 就賣 很像這裡今天稍微打下來 沒有浪費到 費你一個時間 一個效用 因為我知道這個盤的一個結構 大家都在搶錢 中十五 大戶以及包括清老師 都在幫會員搶錢 因為我看了懂盤是 目前在搞什麼狀況 到底你看得懂還看不懂 所以我說你要跟緊一點 你要跟緊一點 我不希望你看我節目 是產生一個兩股招比的一個窘境 這樣真的不好 所以上禮拜三 賣出那麼多黨個股之後 用資科他重新做接回動作 前波段這邊64% 一樣賣在這個位置 後來又衝高 有一些給別人要賺 上禮拜三 底部不是行程嗎 量不出來嗎 天量 215做接回 接回之後大漲8.4% 隔天亮燈 等於還沒漲停買以前 先卡位 這先好是實力 然後禮拜五 255賣 10張進占40萬 三個交易日收工 215到255買 這一買一賣40塊錢的價差落袋 兩波段超過8成 我喜歡在股票創新高的時候 把檔 當天賣完之後收23.5 雍資科今天最高259.5 又往上衝高 當然這兩個股 在昨天 我有想接回一個動作出來 但是資金的效用 該如何給你三檔持股的投資組合 達到盡善完美的一個境界 清老師全盤幫你操刀 全盤幫你掌控 所以雍資科沒有動作 今天雍資科還有259.5讓你賣 如果高點你不賣 今天收盤245 我賣在255的 上禮拜五公開的賣點 當天賣 今天還有259 如果不賣 尾盤245 等於是橫向整理 橫向整理的個股 當然我會司機而動 量價籌碼型態 均線的一個架構 每天我都盯很緊 我每天在看盤 就是在看為了手中持股 這些技術分析的變化 以及我的口袋名單 哪些出現好的買點 我就進場 我就卡位 所以買點稍種即逝 賣點也是一樣 所以盤中的資訊 絕對有價值 跟緊一點就對了 至新上禮拜是整理末端 出現供給量 當天15買 至新 127再加碼至新 漲停之後 禮拜五又漲6% 兩天16% 很精彩 禮拜一 昨天拔檔 138 停力賣出 10張13萬 落袋 三個交易日而已 很快吧 很快 所以你要跟人請 不要昨天我在賣至新 你覺得昨天至新好強 昨天收盤138.5 我已經公開我的賣點在138 所以一定成交 難道我會因為我138賣掉之後 我一盤剩138.5 所以我說至新不用賣 我敢不這樣做 不會吧 所以整一個架構 今天至新就殺下來了 129了 昨天給你的賣點 金不精彩 昨天你有沒有看節目 沒有看節目 去看昨天的一個節目帶 網路的節目相當的一個多 繼續找 9點20分 至新 我是138.5 賣完之後收盤是138.5 沒有跌 沒有跌為什麼要賣 三個交易日漲了十幾% 賺了13萬可不賣 先賣是為了等待 下一次的低金的買點 有沒有賣對看今天至新的走勢 你就知道了 那麼建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你說是不是 所以整個建設的一個架構 也是一樣 禮拜昨天 形態突破 新天亮出來了 當然可以買進 建設跟雙紅一樣 做散熱模組的 散熱器的一個需求 以後5G一定會用得到 而且這個需求量更大 講過了N變 5G的一個手機運算速度比較快 所以它散熱的熱能更大 所以如果你散熱的一個器 沒有增加幾顆 到時候手機很容易當機 因為太燙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建設散熱模組的 昨天天亮出來了 形態突破了 157買 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大膽跟我買進 買了之後有沒有漲停 今天建設創下破端新高 賣 賣在167沒有很漂亮 因為今天最高是174.5 因為早盤衝高賣壓太重 所以10.58分告訴我們167就賣了吧 這不是賣壓嗎 該停利就賣 相對高點賣 當時候價格是不是在167 清老師怎麼在帶會員的 盤中發給會員的callion之後 價格印出來 那個價格一定是讓會員 可以成交的價格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這才是真正的賣點的證據 因為要發callion太簡單了 這個我就不再批評了 那些造假的callion 根本不在我的話下 我根本不用去批評那些 我只告訴你我怎麼帶會員的 167賣 賣相對高點賣 兩天10張10萬 1張1萬 沒有錯吧 兩個交易日而已 157到今天167就賣 賣壓真的太重了 賣完之後 收盤165還漲1塊錢 整個建設的一個架構 我認為它是強勢的一個多頭 而且 而且散熱器的需求 隨著5G的手機 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它的需求量一定會水漲船高 所以不管是建設還是雙鴻 甚至是泰塑 下來來到支撐是可以買的 泰塑我已經公開我的賣點了 對不對 今天剩92.8 我當時候大概賣在100附近 這邊還有桃銀糕讓你賣 我這個位置已經賣了吧 我已經公開過了 所以清老師 對待觀眾朋友的態度 真的是無為不至 能講給你們聽的 都會先事前的講給你做 預備的動作 所以未來行情該怎麼操作 為了回饋廣大的支持 清老師的觀眾 今天特別推出 三重感恩你 三重大禮 第一重禮物 50%off 第二重禮物 超盤星馬這本書 第三重禮物 技術分析的教學光碟 你有需要的 這三大禮物 一次通通的帶回去 有需要的 自己打電話進來 謝謝 再回到今天現場 謝謝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功录蔡老师 感恩支持大回馈 超值好礼三重送 第一好礼五折大优惠 第二好礼操盘新法 第三好礼技术分析光碟 三重好礼一次通通败回去 拆车线0800-868-365 0800-868-365 全新护证套餐给你大大满足 出生登记通报老保局 健保局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 死亡登记通报健保局退保 老保局死亡给付 受险工会清查有无投保 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 一阵送件 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 护证专业服务 为民精心配置 跨机关一阵式服务 身实又便利 内政部与您同在 欢迎观众到节目现场 瓶盖股的GIS 触控的 九亿收精英度的新高 10月16号黑鸡棒打下来112 可以逢低承接 是我给你操作经历 10月21号打大111.5 跌照买不误逢低承接 还是我当天给你会 你操作经历 112.5再低接吗 今天GIS来到破断高 眼看前面的高点还是压力 没办法过 而且长得满慢的 今天115.5卖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 10点07分 GIS挂115.5卖出 当然价格在115.5 你去对价 所以GIS今天创高 涨不太动又涨那么慢 拔档收盘114.5 另外一档触控的叫TPK 九亿收精英度新高 当时出现25000多张的新天亮 我说这是一个买点 当天买完之后冲高 重点是他回档修正 回档修正17号 我在第一档其实都告诉会员 这个位置都可以站在买方 17号你对 我举例一天 这一天收盘62.1 当天告诉会员61.8 附近可以买TPK 9.25分 当时价格在61.7 所以整一个低档去的TPK 一样跟我低接 低接完之后今天冲出去 一样站在买方 好 不容易冲出去 今天创高有点卖 我在11点36分 告诉会员TPK 68附近卖 36分把它印下来股价几块钱 68.2你去对价 68一定卖得掉 这我今天逢高 把他挡的另外两档股票卖 齐老师为什么公开我的卖点 除了要让同名印正清老师 那个操盘实力之外 重点是要展现的是 什么是一档做完再换一档 盘面的一个架构 大家都在抢钱 你为什么要在从外观赏 为什么要在那边等待 你想要盘说压回在做买吗 看回不回的架构 之前从10180开始上来 其实我几乎每次的长黑 我都告诉你要买 要大胆低接 我一再跟你强调我的超盘心法 我喜欢在大盘重做的时候 告诉我你站在买方 面对多头的趋势跟方向 没有改变以前 这就是多头的一个策略 跌的时候不买你什么时候买 是不是 什么时候卖最好卖 当然是股票创高的时候 跟我站在卖方 你比较容易全身而退 这两三礼拜 我卖出了多少档股票 难道不是涨了一大段 我带你逢高把它挡吗 难道不是这些股票 在创高的时候告诉你要卖吗 有没有卖对 你自己去评断 不可能实权实美 不可能每档都卖在最高 或是相对高点 但是八九不离死 少数一两档失误 我会改正我的一个错误 我会去修正我的超盘的一个水准 来提升会的一个绩效 所以每天的一个架构 在本节目所呈现的是 一档股票买点跟卖点 完整的呈现在你面前 所展示的就是我带给会认 真实的一个操作 不是虚放一招 我也不喜欢跟你事后看图说故事 无中生有 看图说故事就是无中生有 涨上去说低档有买 跌下来说高档有卖 当天为什么不敢讲买点 当天为什么不敢讲卖点 如果你当天真的有带会买 就秉持已告 如果在创高的时候 你真的有带会卖 就当天秉持已告说有卖 竟然是不怕你印证 我也喜欢你去做各方面的比较 毕竟分析师太多了 但是真正值得你依靠的分析师 你要懂得万中选一 秦老师的对时对价这个名号 绝非让得虚名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永远不会改变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一档生涯半 第一档的操作 77.5麦 我跟你预告 这种强势个股回挡 下来有支撑 是可以做接回动作的 当天卖文我就这样讲了 支撑在哪里 24号跌到72.5 打到生命线叫支撑 当然是一个买点 当然可以做接回的动作 当天高低点7% 昨天礼拜又涨了3% 将近10% 昨天生涯半 我告诉你一个量价重点 量不够 股票在上涨过程当中 如果量出不来 那就叫量价不对称 你就不要乱追高 所以整个生涯半 今天按照我既定的规划 做执行卖出的动作 9.52分的生涯半 创高81.5麦 52分股价印下来81.5 你自己对时对价 生涯半今天一样 创价波段新高 我站在卖方 卖81.5 收盘79.6 整个生涯半 低档区上来 今天涨了2 3% 你如果两趟 都有跟我操作了 超过2 3% 没有错吧 我如果尽心尽力 帮会员创造每一档 或是每一段的破断利润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竟然是对大盘的看法 或是美国盘架构的一个走势 有没有在最关键性的时刻 拉你一把 当时候美国股市 这最低档的这两天 不是我告诉你 转转的买点吗 今天 美国科技股创新高 去回顾一下吧 改天有时间 我当然会拿出 我对美国股市 当时候不管是科技股 还是稻穷 这两个绝佳转折 低档哪一点的证据 让你做鉴赏 M31 四天收工卖377 10张32万落袋 横向整理 三角形收令形态突破 上礼拜五又出现新天亮 我385有接回 接回之后大涨7% 礼拜三九四先卖一趟 当天收盘收388 整个M31 你要看清楚 今天11点04分 转强了 趁压回395附近买回 当作价格在394.5 你去对价 一档股票 如果还会再涨 建老师不会管我之前 卖在什么位置 你自己看一下 377是我第一趟的卖点 那我接回的位置 几块钱 接回位置 比377还高 385 你会不会这样操作 如果你385 没有做接回的动作 你怎么持续性的一个展示 获利给成果出来 385到394 大概9块钱的价差 对 今天M31趁压回395接回 成本附近再度的接回动作 尾盘呢 尾盘最高来到408 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 建老师又卖出了很多档个股 那资金抽围呢 我当然会给你新的标的 轮动轮涨在多方结构 相当的快 你如果掌握住这样的超盘节奏 其实你赚的利润 我说过会比大盘的涨幅更多 就看你要不要跟而已 这档腾威电子 九云收至高的 持续性的低接 是在他突破之后的回档 告诉你要逢低买 10月17号买在97 还记得吗 当天收盘98 有没有往上走高 来到102.5 今天腾威电子 他怎么走的 回档下来叫五天 五天叫转折 又来到这个支撑 当你要买 对不对 上次买在97 冲高102.5 回档五天来到支撑 当然叫新进会员 97.5附近买 1.08元 经过两分钟 97.3 你去对价 今天97.5一样 再接腾飞 收盘 98.3 支撑来了不买 什么时候买 你说是不是 另外光学的 亚光 上礼拜是形态突破 出现攻击量 当天我买在83.3 买完之后冲高84.3 整个亚光 前两天洗盘之后测试支撑 今天再度的往上拉台 来到80.8 支撑守住这种股票 就不用做拔档 这我提供给你看法跟操作建议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 清老师如何应用盘面的轮动架构 帮会员创造出每一档的绩效 累积他们报酬率 未来行情 想跟清老师拼天作战的 三重感恩礼一次带回去 感恩三重送 今天特别的做放送 第一重好礼物 50%off 第二重好礼物 超盘新法这本书 第三重大礼 技术分析的教学光碟 这三样礼物 你有需要的 今天一次的通通带回去 明天接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龙豆腐蔡老师 感恩支持大会 超值好礼三重送 第一好礼五折大优惠 第二好礼超盘新法 第三好礼技术分析光碟 三重好礼一次通通败回去 查得见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禄豆腐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忠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累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晓 灵活攻守 心灵追求财货路